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不知道今年你的圣诞节过得如何 愿上帝将这喜乐平安 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分享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人有许多伤心的过去 活得越久 可能你伤痛就越多 若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治 可能会造成忧郁症 人实在很难摆脱过去 但当耶稣来到人的生命中 就是带来医治 不论肉体的医治 或是心理的医治 心里有很多经文 引用以赛亚书 其中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也是耶稣所使用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有记载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膏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耶稣在犹太阳的会堂当中 宣读这段经文 当耶稣说这段经文 意验在你们耳中了 果然耶稣来 使那些有病的得到医治 瞎眼的德看见 被鬼父压制的得到自由 以喜乐的油代替的忧伤 赞美的医代替了忧伤之灵 今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这个义务责任 要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使人得到医治 得到释放 教会不是只有大家彼此关心 接受装备训练这样子而已 我们必须将那些 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让耶稣来服侍他们 使他们遇见那又真又活的神 身为牧者 我很喜乐 就是看到人生命的改变 不活在痛苦当中 当人得到释放的时候 他在脸上绽放出的笑容 令人感到无限的喜乐 因为唯有能真正认识的 那个耶稣 得到医治 得到真正的自由 才是我们莫大的喜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